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祝福你今天可以很真实地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这段时间我们分享诗席约翰 我还是要鼓励你打开圣经 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福音书最开头的那一段里面 都有提到诗席约翰 所以我鼓励你 你也打开圣经来读 我真的祝福你 当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 神要透过圣经向你的心说话 远远超过恩典365这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 上帝渴望透过圣经亲自向你的心说话 打开圣经来读 诗席约翰 诗席约翰昨天说 他不是寿终正寝 他其实是后来是殉道的 可是关键不是在人怎么离开这个人生的舞台 如果人生是一台戏 关键不是在我们怎么离开这个舞台的 我最后是怎么下场的 关键是我在这个台上的这一段时间 我演得怎么样 每个人都有一个上帝给我们的剧本 在那个剧本当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戏 那段戏就是你的主场 你的主戏 关键不是说 后来大卫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 后来保博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 后来玛利亚是怎么离开这个 约瑟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 关键不在那里 关键在在世上的这一段时间 我演得怎么样 人生这一台戏 我演得合不合乎人生的编导 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他喜不喜欢 奉主的名祝福你 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演得合他的心意 那么世学安为什么后来会被砍头被殉道 其实他是做了神要他做的事 他去说该说的话 他去做该做的事情 以至于就算他殉道了 我也相信他的心中坦然 他是很坦然的 我不是因为做错事了被杀 我是做对了事情 而被别人用这样的方式结束我的人生 没关系 我的戏演完了 我收工了 我到天上去领奖赏去了 施许汉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呢 那个时候西律王 西律王做了一件事情 施许汉曾经对叙律王说 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 是不合理的 他是很明确的指出西律 西律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地方的一个统治者 是一个统治者 他对一个统治者非常直接的说该说的话 做该做的事情 虽然他说了该说的 做了该做的 但是后来的结果并不好 施许汉并没有 没有因为这样 后来就西律就非常欣赏他 你这个人真的肯说真话 好我改我改 没有 情况是他就被关了 后来甚至就被砍头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谢谢主 施许汉 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里面 在那个时刻 时机 在那个timing 他应该说什么话 他勇敢的说该说的话 他也勇敢的去承担 如果我说真话 可能要付的代价 我感觉我们中间有一些人 你也正在你所在的位置上 神有一些要你勇敢去做的事 你愿不愿意靠着神的恩典 勇敢的去做 勇敢的去说 然后你跟主说 我愿意承担那个后果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上帝的恩典够你用 他知道怎么样帮助你 带你走过这一段生命的历程 上帝与你同在 我再次帮你